在第五季爸爸去哪儿中 小小春除了有着软萌可爱的性格之外 他也是一个特别懂事贴心的小萌娃 而在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中 在小小春身上常常体现出来的一点就是分享了 为此 四岁的小小春也成为爸爸舞中最让爸爸们放心的一位萌娃 话说 虽然有的时候小小春看起来外表比较柔弱 但他内心却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小男子汉 在刚刚播出的新一期爸爸去哪儿中 当村长安排萌娃们离开老爸去完成赶住任务时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有三位爸爸 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小小春一起去完成任务 由此看来 在爸爸们心中懂事贴心的小小春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大哥 所以都愿意自家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 而在执行任务时也放心将自家孩子托付给小小春 你有没有被这样的小小春给圈粉 赶得好 范加 студ 感谢观看